我在酒里快乐 我在哪里快乐 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 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 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免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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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天天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免 在今天的职场单元当中 职场秘密课邀请的就是佩恩 哈喽 哈喽天天 哈喽大家好 超级幕僚 董事长特资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 就是幕僚的对话力 而且是让老板呢 对你信任有加的对话力 所以我想能不能请佩恩 就这个部分可以更多的跟我们分享 你是怎么样让你的老板们 这么的信任你 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 坦诚 如果你已经坦诚沟通 告诉对方你的想法 但是还是无法改善的时候 特别幕僚工作 因为你跟你的老板是长时间的相处 你们会需要针对很多的决策 或者是组织的想法 彼此磨合一些建议 那如果你明显的感受到老板不信任你 而你坦诚沟通又无效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换工作 因为代表这个幕僚工作 之后也做不长久 也会不称职 因为幕僚其实某种程度 你会需要分担老板的工作 针对他的日常决策 给予一些建议跟分析 那倘若你已经知道他不信任你 他又怎么会授权 或者是你又怎么谈到分担他的工作 所以怎么样累积 老板对自己的信任感 我觉得相对你需要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每一次老板交代你的事情 你怎么样去如期甚至提早 快速准确的提交 我觉得这些老板都在看啊 他都会观察你是 怎么样做到当责 怎么样把这些事情 视为你自己的责任 或者是你对于其他组织 提出的一些想法 你会不会主动的觉得 你有一些自己的看见 然后愿意提供给老板做参考 每一个老板不一样 他们在意的那些 关键的事物你要抓到 譬如我老板 我现在的老板 他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人 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一点是 我比他更快 所以我永远都会超出他的期待 但是快要准 就我有时候会犯了一个错是 我快虽快 但是如果你最后提供给他的东西 是有一点小瑕疵的 那你还不如慢下脚步 不要出错 然后按着时间点 到点了 检查好了给他 比你提早给他 但是有错来得好 所以每一个老板的特质 不一样 要抓住 按着老板的特质 去给他们惊喜 就会让你在这个工作上面 做得很称职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嘛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老板的个性也不同 像我第一个老板 就是个性非常慢 他讲话慢 做事也慢 决策也慢 但不代表他没有在思考 有时候你快没用 因为他慢啊 所以彼此的脚步跟磨合 跟那个速度要去拿捏啦 好像在跳双人舞哦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你踩到老板脚 就是你不对 之前有提过 就是我老板是一个 腰弯的很弯的一个老板 他很愿意时时刻刻的 检讨自己 然后希望别人给他一些意见 那我觉得也因为 我有一个信仰 所以这个信仰 让我不会害怕面对老板 所以我也可以很坦诚的 告诉他我的想法 坦诚 但是又要有勇敢的心 没错 对 而且还要有自信 就是很多时候 不一定你们的想法一致 可是老板 不会了解很多执行面的事 也就是说 他不会细气到知道 每一个执行者 他的工作日常 可是又要做一些角色 会影响到这些执行者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就要代替老板 去了解这些事 也不能说走入民间 但是你就要 下到这些部门里 真的去访问这些执行者 政策如果改变 对他们工作有什么影响 那回过头来 你都累积到这些问题之后 你要把它有条理 并且客观有自信的 去跟老板做沟通 如果你也希望老板 修改他的想法的话 那你在论述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有一些自信 因为直接在跟老板对话 然后你直接表达 传达执行者的困难 我觉得好的幕僚 就是会扮演这样子 可以让大家都很理性 并且客观地去看待某一件事情 并且让决策者下一个 最正确的判断 哇 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胜任的角色 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 对 但如果投入的话 就可以学习超多东西的 如果你想要成为幕僚的话 除了评估自己的能力之外 当然评估能力 是哪些方面的能力 还有除了评估能力之外 还要考量哪些的事情 我觉得能力有一点是 你对于很多事情 你具不具备有好奇心 跟你看不看得到的问题 我觉得解决问题 跟看到问题 是两个不同的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看发掘问题 但我们不一定能解决它 可是你能不能够发掘 你能不能够看到 有些时候是需要站在公司的高度 跟整体的面向 才会去发现一些组织 应该要调整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很有可能 就要带回到一些部门内 或者是一些跨部门的 一些会议当中 针对组织章程 或是管理办法去做修订 可是发现问题 跟解决问题的前提是 对于事情了解深不深入 或者是你能不能够看到 问题背后的问题 有一个疏失也好 或者是有一个克诉 或者是有一个问题浮现了 但是那个问题 可能是很表层的 有的时候是 你需要再追根究底 去问 去了解 你才会发现 那个真正下面 要根除的根源在哪里 有一个能力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检视的是 你对于身边的一些新事物 或者是对于人 你有没有足够的好奇心 或者是 你会不会因为人家 告诉你的一个想法 你就也不能说盲从 但是你就也没有经过自己思考的 就接受了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现在 因为手机时代嘛 网络很多 假新闻啊 或者是一些讯息也好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考验 自己有没有想法 有没有判断力 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不会轻易的跟随 假新闻也好 讯息也好 去那边起舞 我就想到有一次 我跟你聊天的时候呢 你就跟我分享说 有一次董事长一进门 一看到你就立刻问你说 怎么样总统大选 你有什么想法 然后那是我报到第一天 啊 报到第一天 对我一坐下来 我一坐下来哦 会议是第一次跟老板 就上班第一天嘛 他就问我说 陈水扁 马英九 韩国瑜 你对他们三个人 有什么想法 就是说 其实不止这些问题啦 很多时候 你需要跟老板相处嘛 那你会不会对老板好奇 你会不会想要更了解他 你会不会想要透过一些问题 去知道他这个人是怎么样 以至于你可以更容易的 跟他合作 我觉得这些很多 都是可以透过问 或者是 就是对人的这些热情 去达到的 所以我觉得工作职能的 这些能力倒是其次 反而是 这个人的特质 就你自己是不是 具备这些幕僚的特质 嗯 这是我觉得自己可以检视的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还有 除了说评估自己的能力之外 还要考量哪些事 哦 我其实很看重老板 要当老板的幕僚嘛 所以 这个老板本身 一定要 他的价值观啊 或者是他的企业愿景啊 一定要跟自己 是比较契合的 所以在加入聚伦 就是我现在这个公司以前 嗯 我也到了很多面试的机会 然后也有得到一些offer 但最后选择了 加入这间公司 老板就是关键 这个人 他会决定 未来你的发展 就是虽然我们都觉得 这只是一份工作 但是你对于自己 还是有一些期待嘛 你还是会希望自己 可以发展 有些学习 所以 然后还有就是 老板之外 还有 嗯 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学习 就是你可以从他身上 在学到什么 所以就是除了自己的能力之外 既然是幕僚工作 就需要和老板对话 那我觉得 这个公司 甚至这个创办者 他的经营理念 跟他这个本身 就会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关键 所以你在工作的 这十年的生涯当中 都会去观察说 到底老板的企业文化 老板本身的价值观 能不能跟你契合 能不能跟你沟通 没错 从言行 或者是 一些会议 甚至私下的一些 对于员工的态度 其实都可以观察得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去 面试工作的时候 不只是被面试 我们也在面试对方 我都在面试对方 我每一个面试 我都是抱持着 不只你评估我 我也要评估你 就像试用期的时候 我常常跟我老板 讲一句话 就是 不只是我试用 我也是在评估你 就是 这三个月 这三个月 是不是值得 我自己待下来的 就是试用期是双向的 不是单向的 我觉得你这是 一个蛮大胆的人 我老板曾经 在年度 因为他 每一年 他会有一个 跟一级主管的一个 一对一的一个面谈 那我每一场会议 我都有参与 我就是做会议记录 然后在他们 回到座位前 我就会把会议记录 寄给他们 就是要留一个资料 这样 那有一次在面谈 一个主管的时候 我老板就跟他说 他觉得我之所以 能够勇敢地说任何话 做任何事 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信仰 然后这个信仰 给了我一个无比的力量 跟莫名的勇气 还有自信 所以我可以 无所畏惧地 跟老板讲任何事 然后做任何决定 然后他觉得 这个东西是 我自己的价值观 跟我的这个信仰是 不管我到哪一个环境 即使我今天不在这个公司 我也不会变 我就是这样子 他讲这句话的目的是 要对方就是 你也要去建立一个 你自己的价值观 或者是找到一个信仰 因为他看到了 这个信仰对我的重要 我其实在旁边 听到老板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心里是觉得 很感恩 就是你有看到 我真的也不是靠了 我自己能够 把这个工作做得这么好 其实就是因为上帝 以前我们常说嘛 就是为神工作 或者是为主做工 或者是什么这种 但是我自己在这个工作 很真切体验到的是 我和上帝一起工作 我觉得好棒哦 我觉得在新年一年当中呢 听众朋友 我们都要做一个 有信心的好员工 好不好 没错 我自己常常在想的 一个问题就是 我抓住了圣经 有一句话就是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既然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智慧 都没有神的智慧来得高 那我又有了这个神 我怎么可能会没有办法 去应付这世界上的 所有事情呢 这句话太棒了 所以其实 我不管面对老板也好 或者是很多 我看起来觉得 很有挑战的工作 我其实都是 把它交给神 然后我跟神祷告说 我没办法 但是你可以 求你给我力量 跟求你给我智慧 那我觉得 我老板看到我 他也其实看到的是 因为我有这个信仰 因为 他觉得我算很虔诚啦 譬如我还会去 查经班啊 还会去 学学院 还会去学学院 念个书啊 什么 他就觉得 以他的角度来讲 他觉得我虔诚啦 所以他觉得 有因为我这个虔诚的信仰 让我可以这样 那我自己觉得 虔诚是没办法定义的 你也看不出来 不是说一个人 每个礼拜去教会 他就是虔诚 他没办法去用 你很表象眼睛看到 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虔不虔诚 因为虔诚是心 但是心 没有人看得到 只有自己跟神知道 所以 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 提醒就是 我要敬畏耶和华 敬畏这个神 因为 他会给我智慧 他会帮助我 面对这世界上的 所有事情 真的 所以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心 我其实就 就有了那样的自信 可以很理所当然的 做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工作 亲爱的朋友 很盼望我们的生命 有这样一位 成为我们随时帮助的上帝 成为我们完全的智慧 完全的信心 完全的力量 没错 今天谢谢佩恩 谢谢你 谢谢天天 想着最近的过去 白我自己 想起我有多少次 快要放弃 想起没你的过去 有多伤心 不知所措的感觉 也藏在心里 直到有一天 我认识了你 才知道 我能够继续 So now I know 我知道你在我身边 I know it's gonna be alright I know it's gonna be alright You